好了,我们要开始吃早餐了 现在是晚上的12点 来煮一下明天早上要喝的粥 拿一个这个包粥的粥料 这个是绿豆百合粥 然后再拿一个小南瓜 这个南瓜我买了有一个月了 整整一个月了 再不是它就要放干了 拿去煮粥 这个一包是50克的 就差不多是一个人吃的量 里面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袋 这是上次直播的时候展示了一下 没吃 把它一起煮了 这个南瓜我是把它洗了一下吧 然后它这个皮可以吃 所以就不削皮了 里面的籽给它挖掉 然后时间给它预约一下 明天早上七点钟吃 就七个小时 早上起床 拿点这个豆芽来做一个娘曼豆芽 昨天晚上我不是预约包粥吗 我昨天晚上我还说定到早上七点钟 结果你们知道现在几点钟 现在快十一点了 因为我忘记了 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所以就睡了个懒觉 我跟我儿子都睡了懒觉 起来的比较晚 然后起来之后下楼做了个核酸 上来了 之前买的这个黄豆芽 来做一个娘拌菜 然后等一下再做一点什么 蔬菜饼吃吃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早中饭了 买了土豆 洋葱 这里还有一个胡萝卜 刮皮刀 你们总问我这个刮皮刀看起来好用 其实是跟那个砧板一套的 不是单独买的 这个碗太小了 倒这个盆里面 加点面粉 加你最后两个鸡蛋嘛 给它打里面 放点盐 放一点味精 然后加水搅拌 好了 这样就可以煎了 刚刚在冰箱里又搜刮了一点 这个香菜跟小葱 把我的电影车拿过来 然后这边锅开始焯那个豆芽 先放一点油 咬一勺这个面糊 直接煎一个大个 好 给它盖起来 豆芽给它洗一下 水也开了 豆芽放进去烫一下 煮熟了给它捞起来 切点香菜跟那个小葱 倒这个干辣椒 放点盐 放点这个青和酱油 放点醋 放点白糖 焦热油 这个就这样拌一拌 特别好吃 看一下这个底 翻个面 锅里 再煎一下 来 把这个菜端过去 然后我来盛粥啊 哇 这个粥煮得好好呀 这早饭呢 这早饭呢 今天早上我们喝的杂粮 南瓜粥 还有这个蔬菜饼 凉拌豆芽 嗯 好吃 哇 粥好喝吗 嗯 饼也香 饼也香呀 嗯 饼也好吃 这个粥熬得真好 哎呀 我吃了 尝尝我的凉拌豆芽 我发觉这个凉拌豆芽 下饭菜 整个顶着吃个美分 不错 这也行 这个饼放了 咕噜 跟那个洋葱 甜甜的 嗯 还蛮好吃 喜欢喝这个粥吗 嗯 平常他不怎么喜欢喝粥 要吃饼子吗 那我把那个饼拿过来啊 好 我天啊 切得小块也行 吃着吃吧 哦 我是说呢 我儿子说 拿这个饼子 蘸这个汁很好吃 我也来试试 跟着你学吃 好 豆芽别吃了 就剩一个了 哈哈 你吃了你剪啊 你把它剪过来 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